回看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演艺圈 几乎每个演员的表演 都是自然真实的 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 甚至是一个跑龙套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和经典角色 有爆红至今的 有落魄的 有吸引多年的 早年以一身好功夫 深得李小龙赏识后成为御用替身参演 李小龙多部电影 在八十年代由成龙 红金宝云彪主演的多部电影中 饰演个人能力最强反派 成为当时香港影视界实力型反派 也是七小福师兄弟中 工日身手最快的一位 曾与周星驰多次合作评级功夫夺得 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如皆苦与生计六十三岁高龄 仍奔波于影视圈中 他就是大家家喻户晓的包足公 原华 原华严明龙戒指七小福成员 师成与战元 身为二师兄与成龙 红金宝 袁彪 袁奎同为师兄弟 袁华在袁家班中地位很高 是香港老一位的武术指导 和功夫明星 因为身手敏捷身形酷似李小龙 被当时的武术指导 林郑英发掘 1972年 参养第一部电影《金母门》 袁华刚出导时是给李小龙做替身 因为在七小福中 他的功夫是最好的 师兄弟们给他起了格外豪叫根的王 在80年代动作电影《黄金时期》 在成龙 红金宝 袁彪主演动作电影《飞龙猛将》 东方图鹰 极动气侠中 饰演最有实战能力的大反派 影片中为了战争大反派 往往需要是兄弟三人 同时对袁华进攻才能取胜 袁华也被当时香港影视界 誉为实力型反派 90年代初期 袁华 意为反派动作形象转型 喜剧风格与周星驰李连杰合作拍摄了多部电影 其中包括《龙的传人》 漫画《威龙》 《龙航天下》等 在影片中 圆华不仅展现了喜剧才华 演技更是得到了公众的认可 2005年 平齐周星驰电影功夫一片夺得香港金像 奖最佳男配角奖 这位与成龙原彪洪金宝同出一门的打星 却没有同门师兄弟 那么好命 即使平齐周星驰电影功夫中的包租公益角 夺得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但是本人收入和片酬 始终没有大幅增长 年过六旬的圆滑 也则叹身体大不如前 打星也容易受伤 所以接戏也渐渐少了 生活落魄不拍戏 月薪仅三千港币 现在有颜值的小鲜肉 以及真人秀 就片酬上千万 一个微博大V的一条 微博代言上千万 而这些演技高的老演员 却一再落幕 都说现在的演艺圈是看脸的时代 所以在这里得到很好的验证 此前有媒体报道指出 原华随大流到内